接下來我們要邀請大家乘坐一艘音樂艦艇 一起航向一望無跡的海洋 但在乘坐音樂艦艇之前 想先問問大家一個問題 大家有看過鯨魚嗎? 沒有 但不管有或沒有 相信大家等一下都可以從 一一集最少玩的音樂中 感受出鯨魚與海的狀語 Selling with Bills 與金航行 是由作曲家Gucerno Glantez 創作 隨著樂曲的開始 套角聲激性的人們 傳在早晨即將出航 勢力港口 開啟一場與虎鯨的冒險故事 這首曲子融為出 選手們看見優洋的鯨魚 及廣闊的海洋師心中的喜悅 過程中英雄般的同百套角聲 以及蘇琴的鼓笛 和充滿活力的節奏感 都是聽眾沈浸在這場與海的冒險中 停頓之後以霸氣的結尾畫下句點 咦 這是什麼聲音啊 你竟然聽知是什麼動物的叫聲都不知道 不然你聞看觀眾這是什麼動物的叫聲 有人知道是什麼動物的聲音嗎 鯨魚 打對頭是鯨魚 讓你們再聽一次鯨魚的叫聲 原來如此 沒想到竟然會用 定音谷模仿鯨魚的聲音啊 但這首由Rope Smith所創作的 Song of Silver and Sea 隨手與海洋之歌可不止如此呢 這首曲子曾經作曲將一貫的華麗作曲風格 首先由海洋谷勾勒出海洋的畫面 還有還有打擊任期嘗試運用雞翅輪及鐵鏈 描寫水手在甲板上的模樣 中段以定音谷特殊的技法 模仿鯨魚的叫聲超度的 以及上定音號的獨咒 及小幕共同呈現出的艦頂石納 都讓我們感受到人與金的威脅鼓動 以及來自大海的心跳聲 之後由法國號啟咒 再次將主題拉回海面 在幾速的半音階中畫下句點 結束這首嗨的幻想曲 讓我們掌聲歡迎安和國中樂班的船長 許容副導師 順便音樂班的隨手們 一起乘風波浪航向大海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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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